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此同时 每家每户还拥有一座两层楼高总面积大约有10平米左右的室外庭院 院子里可以根据喜好来种这一些蔬菜花卉植物 在院子里给自己的宠物搭个窝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除了这些 第四代住房的每层还配有停车场 住户可以通过外围街道或智能载车系统将车直接开到自家楼层相对应的停车位 整个过程所花费的时间仅有不到一分钟 这样一来便真正开启空中停车时代了 这样的第四代住房如果问世 那将彻底改变人们的居住生活条件 同时也将极大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 真正实现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